小辰 我不要得意 十国年军已经在边境敌集 一个人再厉害 也敌不过百万熊丝 龙国只坠 国人民必须赚 但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游戏 我会在地狱里登业 小辰 你会拟行吗 三个月后 十国百万大军 必定踏平你龙国 十国殖灭 龙国战神南宫瑶将不日登基至尊 统领三军 成就龙国第一女战争 大色天下 快快把坏人抓起来 快 这这啥子就反见 李至尊登基也是你要说的 啊 我这死了 你都不追我 妈发生什么事了 不好 是龙国至尊的正国剑 快跑 好 好得了吗 我还来 干病了 资料力 你怎么样 志泽 对不起 别这么说 你现在 我替你当场 公 志泽 你别怪我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公司 此相落 他还没死 死了 妈不是故意的 我妈 不做的好 反正又没人看见 就说这傻子 自己不小心从楼上滚下去的 对 干脆咱们衣服做 怎么被打枪都好 我们也不用一辈子浪费在这个废物身上 你们在做什么 妈 你们在做什么 你们在做什么 我 不是我推的 是这个废物自己滚下楼了 我和妈怕他出事 正在抢救他呢 等着你 我和林玉侍是在救他 有这么多东西 这样下去会死的 我们快送他去医院吧 要送你自己去 我可没时间 我还约了姐妹做头发呢 我也没空 我还要去跳逢场舞呢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你还这么做 医生 你这是做什么 病人家属已经签字同一方式治疗了 你不知道 你们赶紧收拾收拾出院 得耽误我们医院工作啊 姐 你要干什么 你要看着萧生死吗 他可是你的丈夫 丈夫 一个傻子也配做我的丈夫 要不是爷爷那个老东西给我留下这么个累赘 我早就嫁入豪门了 你就算再刺激他 你要让他一把伤治好呀 死了更好啊 就废物躺在这一天要花我苏家上千的医药费 治好了也是个傻子 这钱 我来出 苏小曼你出息了 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对这个傻子这么关心 你不会是喜欢上这个傻子了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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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多做怪真是犯罪 小晨 你死了对所有人都不好 你怎么就是不停死 那就让我来送你 小晨 你醒了 凌云 这两年 一直都是你在照顾我吧 辛苦了 你不傻了 这傻子不会以为这两年都是我在照顾他吧 这两年为了照顾我 你一定吃了很多苦 但是你吃的苦 我一定加倍补偿给你 我一定会让你成为云城 不 成为整个江州最耀眼的女人 成为整个江州最耀眼的女人 凭什么呀 啊 凭你是个残废呢 还是凭你吃晚饭 超哥 你怎么来了 刚从国外谈了个项目回来 听说你来这儿了 过来看一遍 凌云 这就是你那个残废老公啊 凌云 他是谁 凌云 他是谁 连我是谁你都不知道 也难怪啊 你是一傻子嘛 凌云 告诉他我是谁 告诉他有什么用 超哥你可是云城张家的少主 跟某些连自食其力都做不到的人相比 简直就是一个地下 一个天上 凌云 只不过一个小小张家 用的车子呢 俄语奉承吧 你懂个屁 要不可以有超哥照顾 苏家早就破产了 跟那傻子说那么多干嘛 凌云啊 徐氏集团呢 要在江州开发一个新项 三天之后有一个竞标会 到时候江州各界的名流都会来参加 我带你一起去啊 看看能不能帮苏家 弹下来一两个笑 真的吗 超哥你太棒了 凌云 我知道 你肯定对我有这愿气 但是徐氏集团想 何必靠他小小张家 我一句话就可以帮你们拿到了 你 凌云 你这废物老公有点意思啊 徐氏集团的项目 你一句话就能拿下来 看来您可真是一位大人物啊 啊哈哈哈哈 超哥 我们走吧 别在这逗傻子玩了 黎月 黎月你相信我 你无关是对我有怨气 我可以这么长 等我替他们拿到徐氏集团的项目 他就会相信我 师傅 我回来了 小曼 嗯 呃 我肚子有点饿 你能不能去帮我买点吃的 嗯 你想吃什么 都可以 那 你好好的坐在这里 不要乱跑 好 拜见执尊 拜见执尊 我早已经不是执尊 在属下心中 执尊只有一位 那就是大人银 但公寥算什么东西 奇事道名之辈 你配得上尊贵 起来吧 执尊 你的腿 无法 七天之内就能背后 天佑执尊 边境执尊 自从两年前 执尊失踪之后 边境打乱 兄弟们也不肯相信南国药的鬼话 也 因为这件事情 很多事 够 请执尊回归 为兄弟们报仇 请执尊回归 为兄弟们报仇 苏家队我有本 我必须要报他 等此事两段 我会重掌大权 居临天下 兄弟 执尊 愿为之尊赏命 对了 你们来这么快 南公瑶不不起疑心吗 之尊可能还不知道 南公瑶现在也在云巢 当过 算了 先不要打草精神 实际未到 属下遵命 啊 苏家的事情 可以找老徐帮忙 他现在是江州的守护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去预办 三天之后 送份大力去金标会县城 我要让苏家 成为当之无愧的主角 遵命 怎么了 修辰 爸妈不准你今天离开 就是怕你到这边来 丢了他们的脸 你真的要进去吗 放心 今天苏家是主角 等他们知道真相 我会怪你的 你姐姐辛辛苦苦 照顾我两年 在外面不知道 受了多少闲言闲语 不亏欠他的 实在是太多了 小晨 你 你原来是这么认为的 是啊 有妻如此 夫妇何求 林玉是个好女人 我一定会让她成为 这个世界上 最幸福的女人 小晨 其实我 小曼 你也一样 你是我的小姨子 以后有任何事情 尽管来找姐夫 姐夫替你解决 那 谢谢姐夫了 我们走吧 你会是江州首富许总 教教人家这牌子 别忙什么我叫的 这里的画片都是这一批 听说的价值数百万呢 碰坏了 谁的气氛 你看看怎么办 不过呀 今天真的是要感谢张少呀 不然以我们苏家 在云城的地位 怎么进得了 这样的场合呀 这些呀 都是小事一桩 只要能让您二老开心就好 还是超哥有办法 他们怎么来了 小妈 你们来这干嘛 妈 我带萧城过来看看 你怎么看 这地方也是你们能来的 你们看看自己什么时候 我倒是想知道 你们两个 是怎么混进来的 当然是以苏家人的身份进来的 小曼 你怎么也跟着胡闹起来了 姐 我 当然是直接 走进来的 今天是徐氏集团的竞编会 是有门槛的 身价千万以下呢 根本没有拿到邀请团 你有一千万 我没有一千万 但我有做 你怎么 我有这个 啊 当然是徐氏龙送给我的 徐总会认识你 当然 没有我 就没有徐氏龙的今天 小神 为了这张邀请团 你还真是下足了 只可惜假的 终究是假的 假的 自己看呗 萧城啊萧城 你给我捆出去 小曼 你赶紧带着傻子离开 你们俩是嫌我们苏家丢人 丢的还不够吗 小曼 带着萧城你赶紧走 别再胡道了 爸 我 是真是假 找人验验我就知道了 好 萧城 这可是你自找的 冯理事 麻烦您过来一下吧 什么事 冯理事 我们怀疑这里有人用假 邀请寒暴中 偷偷溜进来 请您处理一下 还有这种事 萧城 你觉得这个时候 大家是信你呢 还是信我呢 我想 大家信的是真假 还真是不见棺材 不落泪呀 冯理事 就是这个人 用假的邀请函混进来 我怀疑他很有可能是商业间接 进来打探消息的 先生 请你解释一下 不然我可要叫人将你拘捕了 有人非要说我拘彰 贵宾邀请函是假的 你是现场负责人 就请你帮我好好看看 我就说吗 这怎么可能是真的 你们看冯理事这个脸色 恐怕是要赶人喽 冯理事 这事跟我们苏家可没关系 可不能连累到我们苏家呀 对不起 我们最久离开 原来是贵客 有请 贵客 冯理事你搞错了吧 萧城是什么人 我们还不知道吗 他怎么可能是贵客 那你的意思是 我连特制的贵宾邀请函 都没有认出来咯 什么 特制邀请函 没错 这次竞标会 我们许总特地安排了 三张特制的贵宾邀请函 只有身价十亿以上的贵客 才能得到 身价十亿 萧先生 请上座 不必了 我在这里很好 冯理事 你先去忙 好的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十亿 萧城 你有这么多钱 十亿 萧城 你有这么多钱 萧城 你这傻子运气不错呀 连贵宾邀请函 你都能给减的 减的 不然呢 一定是在场的某位大人物 不小心遗失了他的邀请函 正巧被这傻子捡来装逼的 要不然刚才冯理事邀请了上座 他为什么不敢去 因为他一上去就穿帮了 要是正巧被那位大人物看到 他就死定了 萧城 没想到你这傻子倒是有几分心机呀 好吗 萧城 你胆子可真不小 冒名顶替这种事 你这狗东西都做得出来 妈 这邀请函真的是许飞龙送我的 你多大脸呢 还许总送你的 你怎么不说许总是你小弟 什么都听你的呢 确实是这样的领域 你相信我 我不会骗你的 今天的金调会 苏家一定是最大的领甲 喂 什么 林玉 叔叔阿姨 好消息 你们苏家又发达了 什么什么 刚刚收到消息 徐氏集团呢 将会邀请你们苏家 入住城北新商圈的家务 这是 这是真的 还能骗你们不成 不妨实话跟你们说 这件事啊 来时 戏的 但是多亏了我 败了一位大人物当干爹 他老人家呢 跟徐总打了个招呼 这好事才落到你们家头上 还是乔哥有办法 不像某些人满嘴跑火车 我怎么不记得我有你这么哥 我又是在 我怎么不记得我有你这么哥 我又是在 萧辰 你又再敢胡说八道 我就算你的嘴 萧辰你疯了吧 捡了张邀请 混起来也就罢了 到这个时候了 你还是落双大人物 张赵 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他脑子不太好 前几天看电视上的女之尊 他还出现训训呢 我什么身份 我怎么会跟傻子一般见识 不过啊 这话让我听着不要紧 这要是让其他人听见 小麦 我愣着干什么 赶紧带着这个废物管 妈 嗯 大家安静一下 这次竞标会 经过甄选 与我们徐氏集团合作的是 云城 苏家 什么 苏家得到了入座城北新商签项目的资格 这不可能 苏老爷子还在的时候 苏家在云城也不过是二旅家族 如今更是没落 那怎么能得到徐家的青睐 这个项目 无数人削尖了脑袋也要挤进去 苏家能得到这样的好处 我不信 太好了 老天保佑 我们苏家只能凌飞成天了 超哥 还是你对我最好 至于你 小陈 我已经对你失望透顶了 我要跟你离婚 什么 领域 你要赶我走 你只是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残废 而我们苏家马上就要同飞 我呢 也更是会成为未来苏世杰的总裁 你萧城 根本就配不上我 我们苏家可不要杰人 特别是你这种成事不足办事有余的废物 既然如此 你为什么还照顾我整整两年 嘿 我照顾你 我实话告诉你吧 照顾你的是苏小曼 也只有他这样的丑八怪 才会对一个残罪往上贴 你是说这人也照顾我的人 是什么 不然呢 小陈赶紧跟我们家领域离婚 可别耽误了他的幸福 原本我还准备了礼物 想在你们苏家最会晃开心的时候 给你定义成胜大的福 你行 礼物 小陈 你身上有几个字我难道不知道吗 还礼物 莫不是随便十几块钱买的低摊和项链吧 喜到 帝王力翡翠玉如意一对 云顶龙树精装别墅一套 进口法拉利豪车一台 现金五千万 小曼 这些东西做致你 你愿意再留吗 小曼 你愿意再留吗 这些东西加起来有好几亿吧 这萧绳师长不用我 没想到 这苏家的坠绪 居然有那么大的能力 那苏宁玉 居然蠢到还要和他离婚 你 你说什么 我是问 你愿不愿意嫁给我 小曼 这两年要是没有你照顾我 我可能永远不会醒过来 我向你保证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让你想尽如花不贵 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我 我不同意 我想想 跟你有什么关系 小晨 我现在还是你的妻子 这些东西原本就应该是属于我的 你怎么能给别人 别 请问 哪位是苏家家族 我就是 请问 恭喜苏家族 这是我们许总 特意为苏家族们的贺礼 还请笑纳 这是我们许总 特意为苏家族们的贺礼 还请笑纳 我还以为这臭瘸子真有什么本事呢 吓我一跳 能有这么大的手笔 恐怕就只有许总了吧 那我就去之不公了 还劳烦先生回去 带我转他去 应该的 既然贺礼已经送到 那我就先回去了 先生辛苦了 咱们苏家真是要气飞了呀 小曼 现在你还愿意嫁给他吗 这家伙根本就是个骗子 我愿意 什么 我说 我愿意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这样的男人你都要见不见呢 我不要的男人你也别想要 这个气 苏小曼是萧辰的气负 我说过要护他一事就没人能欺负他 小晨 小曼 你跟这个废物在一起能得到什么 你照顾了他两年也跟人之意尽了吧 贫贱夫妻百事爱 我劝你最好不要越陷越深呢 苏小曼 你 你给我哭了 你嫌这个废话 连累才这样连累的还凑吗 你看看你 你再看看我 我们苏家已经拿到了徐氏集团的合同 马上就要飞黄腾达了 好好的苏家大小姐不做 我真不知道你脑子里面在想些什么 姐 你别说了 小晨他 有没有我 见骨头 苏领域 你觉得你们苏家拿到了徐氏的合同 现在就已经到了一档了是吗 难道不是吗 嗯 那这个合同就取消了 是我 我现在很生气 苏家的合同 可以取消了 你以为你是谁呀 你说取消合同就取消 妈 别理他 估计是受不了打击发疯了 走 咱们先合同去 走 小曼 我们走吧 嘿 真是丑八卦配团费 王八看绿豆 对上眼了 风力 苏总 不好意思 徐总改主意了 这个合同 暂时签 什么 这个合同 暂时签 什么 什么会这样的风力事啊 会不会是搞错吧 都要到签合同这一步了 怎么能反悔呢 苏建华 我们徐氏集团的合同 什么时候轮到你落土了 我 我知道了 一定是肖成那个狗东西刚才在这闹了一通 被那个大人物知道了 认为我们苏家实力不够 所以才起来 肖成这个狗东西 居然敢破坏我们苏家的好事 肖哥 你不是说那位大人物是你的干爹吗 你去跟干爹说一说 让他帮帮我们苏家 就是要不让我去陪陪干爹也行 行 那 就是 怎么了 小曼 我配合你演戏 现在戏演完了 我也该回去 你认为我刚才向你求婚 是假的 不是吗 你向我求婚 难道不是为了最后一点男人的尊严和理念吗 还是说 你只是想利用我 继续赖宰家 享受荣华富贵 小曼 区区于个苏家 别说还没有废话能拿 就算他已经屹立在云城之间 在我眼里 根本 小曼 你相信我 给我一段时间 我一定会让你成为整个云城 最有业 最有钱的存在 小晨 我真的值得你这么做 小曼 从你说出我愿意这三个字的那一刻 就已经注定了 你将保释天下 小晨 你带我来这里干嘛 你姐都已经把我扫地出门了 我总得找个地方住才行 你疯了 这可是江州首富徐总的产业 整个云城最笑话的别墅区 已经有人替我安排好了 放心 走吧 不好意思先生 请出示您的贵宾卡 贵宾卡 怎么办 只有这里的业主才能得到贵宾卡 区区先打人的 没有贵宾卡 余力不能进入 算了吧 萧城 我们还是去找别的处处好了 把你们老板叫来 就说萧城要见他 我们老板是你想见就能见他 没有贵宾卡就赶紧滚 你要在这里闹事 哎呀 这不是苏班长啊 三姐 陈妍 是你啊 几年不见 你都在云顶龙叔当领导了 真厉害 苏班长客气了 我呀 就是个私人管家 在云顶呢 也就算是个底层小领导 就是你们 把我比绝兼幼的高中班长 给拦在门口的 这么大的太阳 人家在门口站这么久 你们想干什么 对不起 三姐 我不知道他是你的老班长 而且他们没有贵宾卡 按照规矩来说是不能进入的 这规矩是死的 人是活的 这点道理都不懂吗 算了吧 陈妍 他们也是按规章办事 你也不要太容纳他们 苏大班长 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你真以为我会为了你 为难这两个开门的 对呀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难道不够明显吗 逗你玩呢 就你们这两个准角色 还想进云顶龙叔 我告诉你 这辈子别想了 在上学的时候我就瞧不上你 不就是成绩好点吗 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 长得丑啊 就不要出来吓人 你再说一遍是谁 你又是谁啊 我跟苏小曼说话什么时候轮到你插嘴了 苏小曼是我的女人 你再吃一遍也不至于找一个坐轮椅的盘费吧 那行不行啊 哎这样吧 我给你找两个地宝库 干工地的 这人吧虽然操了点 但是这把子力气还是有的 你幸福 你吧 虽然这人长得丑了点 但这身材吗 还是有的 光了咱都一样 哎 总比找一个残废强吧 但那玩意儿说不定 不得起来呢 啊 小晨 我怕是走不走 这一个丑八块 转个残废 天生一岁 顶级豪宅 云顶龙树的私人款家 就是你这五 狗眼看人低的东西 我倒要找你们老板好好问我 他是怎么招人办事的 怎么 他们活腻了 这两个人是来搞牌的 大学 徐飞龙 我现在在云顶龙树门口 给你 马上滚过来 您稍等 我马上就到 快 马上去云顶龙树 徐总 今天的会议可是关乎到我们集团的海外业务 那几位跨国集团的老总真不见啊 让你去你就去 和萧先生相比 什么跨国集团的老总算 苏小曼 你这男朋友也太会吹牛了吧 知道徐总是谁吗 还直呼其名让他滚过来 真以为随随便便打个电话 就能吓得到我 是不是吓你 五分钟内 也就不值得了 好啊 我就陪牛玩五分钟 不 那你消失 好吧 半个小时之内 要是徐总没你来 我就叫保安撕烂你的狗嘴 这是什么 借过智 借过孙先生 您找我 嗯 孙先生 要不咱们到里面说话 孙先生 大家光临 这是我们云顶龙室的人物 小曼 没想到你老公这么厉害 请进 请进 你是 我见过你 你是龙树的私人管家小陈是吧 对对对 我是小曼的闺蜜 我们俩关系可好了 你既然是肖太太的闺蜜 她明天就到公司报到 从明天起 你就是云顶龙树的徐徐经理 谢谢徐总 谢谢孙先生 孙先生 您不满意了 那小陈直接收那儿击款 徐飞龙 你这是要共同时干的 对 什么 孙先生 我没这个意思 我怎么敢 你的这位私人管家 就因为刚才我没有出示归宾卡 不仅多多的妻子百般羞辱 甚至还想让门卫打我 你现在却要生他所谓 你告诉我 你是什么意思 先生你论还得罪 你是不知道此次怎么行 徐总 我错了徐总 现在知道错了 走干嘛去了 来人给我打 我告诉沈云城 那个公司该用的 就是和我徐飞龙过不去 是 小白 小白 你就看在我们同学一场的分子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同学一场 刚刚你收到小白的时候 怎么不记得踏实你觉得 小白 我最近我都不忍 我忍不忍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你自己酿下了苦酒 小曼 拖下去 怎么 小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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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行了 待我去别墅里看 小先生 这是云顶龙叔银行的钥匙 另外 这张银行卡里有十亿请你 想 如果不够的话 随时打电话给我就行了 有心了 放着吧 啊 那种 没有其他什么事 那我就不打扰两位了 怎么发生了 这么快度 小晨 你和徐飞龙徐总是什么关系啊 他可是将军首富 怎么对你这么客气 没什么 那是以前在战场上 就是 知道我回来了 特地给我打个电话 那苏家那份合同 也是你安排的 可惜 陪姐姐他们搞砸了 怎么 那份合同 你也有心 嗯 要是拿到那份合同 我妈他们一定很高兴 到时候肯定就会接受你了 简单 明天我们去徐氏集团 签了那份合同就是 真的吗 那太好了 爸妈 没想到老爷子以前居然当过兵 而且看这些赏赐啊 地位还不低 估计是为老首长呢 老爷子年轻的时候 是当过纪念兵 不过回来后 也没听说立过什么军功啊 爸 我已经拜托张超查到了 这徐飞龙啊 当兵的时候跟老爷子一样 都是北京的 这说不准 徐飞龙就是老爷子的属下嘛 人怪这徐飞龙送这么一份大礼 要是那个萧陈在竞兵会上闹了一通 咱们苏家早就和徐氏集团签约了 就是 老爷子想来低调 不喜欢欠别人的人情 估计徐飞龙早就想来报答我们苏家了 只是碍于老爷子的面子 现在老爷子不在了 他才来报恩 林玉啊 有了这层关系 明天我们就去徐氏集团 要合同去 那当然 那当然 是我的 终究是我的 你好 麻烦帮我们找一下徐总 我要见他 您是 我们是云城苏家 不是苏家 什么意思啊 您是为了合同来的吧 十分钟之前 有一位叫苏小曼的女士 上去找了徐总 什么 苏小曼 苏小曼 这份合同 你可以拿回去看一看 回头去要改动的话 尽管来找我 那 那就多谢徐总了 苏小姐 您客气了 小先生 能不能 这一步说话 小曼 你先上路去的 好 什么事 至尊 属下有件事 想请你帮忙 事情是这样 我一个老友 得了一个怪病 我又欠他一份人情 所以 至尊 您能不能出手帮忙 您看 好 你个老徐啊 还惦记上 我的阎王神针了 也罢 你去安排 告诉我时间地点 都解至尊 苏小曼 你给我站住 妈 姐 你们怎么会在这 我不来 功劳岂不得要被你抢走了 姐 你说什么呢 我不明白 少给我装糊涂 你怀疑抱的什么 是喜悦家 给我们苏家的合奏吧 是 是啊 这是萧辰 好不容易才帮我们家 争取到的 萧辰 就凭他 他算哪根丑 我实话告诉你 这是徐飞龙 孝敬咱们老爷子的 跟他没有半点关系 这 怎么会 我亲眼看到徐总队 少废话 赶紧把合奏给我打来 合奏给我 打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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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先让你做苏世奇的 你这好不好 爸 妈 你怎么能答应让小曼做苏世奇的总裁 那我怎么办 这不是权宜之计吗 万一这丫头真的罢官把合奏撕了 那咱们家什么有助都得不到了 那就让他撕 大不了 我再找徐氏集团 拿一份不就得了吗 什么话 咱们已经因为这合同的事情 两次责罪了徐氏集团了 徐飞龙再想报文 使不过三 如果我们真惹怒了徐家 那咱们就什么也得不到了 那也不能让一个丑罢官 做苏世奇的总裁 那传出去多丢人啊 嗯 林毅说的也有些道理 小曼当总裁 确实有些不合适 反正合同现在在咱们手上 让小曼受给美学就顺利 这个总裁 还是美女的 嗯 大不了我以后多给点钱 还是你等我妈妈 喂 小晨 你现在有空吗 我还在徐氏集团 怎么了 那个 妈已经同意 我可以回苏家了 还说要招待一个记者发布会 宣布和徐氏集团合作的事情 而且 还说要立我为总裁 那是好事啊 我和徐总过来 给你泡沫场 真的吗 那太好了 苏家前两天庆功宴搞砸了 今天这次又搞的什么名堂 谁知道了 听说苏家今天还要推出新任总裁 高调得很 不会又搞出什么乌龙吗 那可就太高笑了 什么 徐氏集团你要派代表过了 嗯 那可太好了 想不到 老爷子的面子太大了 那咱们这次可得好好表现 嗯 别看了 徐总的一个老朋友并未 他着急去处理 没有过来 哦 好吧 小妈 你怎么把这被我也带来了 姐 萧辰 又不是外人 算了 来了就来了吧 不过一会儿他都不能上海 他又搞砸了 书总 请问苏氏企业今天把大家请过来 是有什么喜事吗 大家请看 之前庆功宴这事不是被搅黄了吗 这书家还真是有手段 居然还能拿着回来 看来书家真的要非常挺大了 等会儿得好好拍马屁了 苏总 请问待会儿可以给你做个专框吗 好正登上头条 各位朋友 今天的记者会 一是请大家 共同见证着历史性的一刻 另外 我要向大家介绍我们苏家杰出的后辈 正是因为有了他 我们才能成功的和徐氏集团合作 下面给大家介绍 苏氏集团的新晋总裁 苏凌玉小姐 不想骂 你真以为你能坐上这总裁的位置啊 我告诉你 这位置 非我莫属 感谢各位记者朋友的捧场 我一定会把这次徐氏集团的项目做好 争取让苏家 更上一层楼 今天的记者会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那就是徐氏集团 已经派代表前来跟我们苏家签约了 请大家拭目以待 徐飞龙亲自派人过来 这不太可能吧 看苏家这副样子 好像不是假的 苏家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能入得点徐飞龙的发言 谁知道啊 这家伙是谁 上来干嘛 他就是徐总 不会吧 我可没听说过徐总腿脚有问题 而且他还这么年轻 你这废物跑出来干嘛 这有你什么事 赶紧我过去 你们不是在等徐氏集团的代表吗 我就是 你这个残废 屁有养了是吧 你算哪根葱啊 认识徐飞龙吗 你就在这装不作样的 小柴 要把乱了 我可以忍你一次两次 但你不能把我的人让 当成变本家里的资本了 这这变本家里 你们苏家人怎么对小曼的 自己心里难道没错吧 苏小曼怎么了 他是我苏家人 就得无条件接受苏家的安排 你真以为那个臭华怪 能当上公司总裁 你就好跟着吃软饭了是吧 我告诉你 别做梦了 我就是耍你们 怎么了 一家人三级城 苏领域可真是够贴 苏晨 你这样的骂我 还对他废什么话 他现在就是他丧杂之权 快 来给我把这个废物针出去 又有感 这货地方我也带够了 不过小曼没出来 这盒子 他签不了了 你算个什么东西 你说签不了就签不了 我说不了 就是这个 我说我就是 苏家不配 哈哈哈哈 好大的口气啊 小晨 我怎么不知道原来你这么能吹牛呢 前我们苏家家大业大 养你这么个废 也就是多一口饭 没想到你清醒过来以后 反倒是处处给我们苏家的事 太过分了 真是一曲无可救 这上班求小曼 求他 小晨 你们我不是没说醒吗 若是有一天我求到你头上 我一定跪下来 给你把鞋铁干净 乌家这个合同 只能由苏小曼来请 明白了吗 各位媒体朋友 发布会继续进行 有什么想问的 可以举手发言 徐氏集团 高秘书到 你可是许总身边的大学 您的导爱令我们苏家旁边生辉啊 比人代表苏家 欢迎高秘书 欢迎高秘书 合同的事情啊 我们都已经商量好了 就按您敲定的方案办 既然没有什么意义 那就 书小姐 来签字吧 哎呦 好好好 高秘书 您这是 我说的书小姐不是你 是书小曼小姐 我说的书小姐不是你 是书小曼小姐 苏小曼 高秘书 苏小曼对商务上的事情明窍不通 连家里的生意都没打理过 他一个小辈能做什么主呢 没错 书家是我书家卦做的 这也是老爷子 清点的 不好意思 书家主 许总已经吩咐过了 今天 你们书家谁不在东西 想想合同 必须是书小曼 高秘书 你搞错了吧 这个项目 必须由书小曼小姐来签 如果书小曼小姐不在的话 那我改天再来 高秘书 您再开玩笑吧 高秘书 您看这么清楚 如果这个合同成了 我们苏家答应 每年给您一成的分红 苏家主 这个项目 你们书家要谁能签 就让书小曼小姐出来签 如果签不了 不好意思 我们徐氏集团将会收 高秘书 什么要过 高秘书 你别急嘛 胜伏一会儿 我马上就把相关找回来 苏家主 赶紧来啊 我们徐氏集团 为工作浪费在你们家这两个事 这合同 你们能签就签 不能签 你这签着人还多呢 对不起 您拨他的电话已关机 请稍后担公 好好好 这些话 我让你说了吗 给你们一个小时的时间 一个小时之内 如果见不到苏小曼 这份合同 就自然终止了 现在不是耍性子的时候 这合同的重要性 相信你也清楚 先把他们请回来 等千万的合同再说 记住 姚永晴 小晨 刚刚不是我妈打金花进来了吗 你怎么给挂了呀 无知则来 挥之即去 他们当你是什么呀 况且 我现在也不想给你打 你 你又要做那事 好了 没关系的小晨 才第三次而已 我脸上这个胎记 找了很多医生都看不好 我们慢慢来 你对我的好 我会不会 我会记住的 你怎么不先照照镜子看看 要是好了呢 啊 傻呀 萧辰 接不接 接 当然要接 喂 你找我们干什么 你们居然住在这 你还来找我们干什么 当了总裁还不够 还想来羞辱 小曼 妈妈 妈同意你做总裁了 现在赶紧跟我回去吧 苏凌玉 求人他 这有求人他 萧辰你什么意思 求他 萧辰你我不是没说几次吗 若是我有一天求到你们头上 那我一定跪下来 给你把节铁干 疫情 萧辰你这个卑��小人 你居然还录音 什么 你帮帮 姐姐 姐 你这是在自作自受 怎 啊 小辰 既然我姐她知道错了 那就送人吧 行 你说什么就说什么 小曼 还是你对我好 姐 只要你以后 不问男伍和小辰就好 那我们快走吧 小辰 苏小曼 别以为你们得了事 就可以高枕无忧 等合同一签 我先看我怎么会 小辰姐这 不太好吧 是啊 万一苏小曼真当上你们苏氏企业总裁 回头 肯定不会疯我们啊 你们按我说的做就行了 记者会结束来找我拿钱 每人 十万 小曼 你可算回来了 小曼 你怎么说走就走了 一家人有什么事可以坐下来商量吗 对对对 之前妈说的都是气话 你也是妈辛辛苦苦养大的 怎么可能真的把你赶出去 小先生 苏小姐 我是徐氏集团的总益书长 叫我小高就可以了 请问合同二位都看过了 如果觉得有不妥的地方 我回去马上修改 还有修改的余地 我们徐总说了要满足书家的一切要求 那在合同里加一条免责条款 书家就是不能按时完成 也绝不追究 我靠 这书家太借了 连这种要求也能提得出来 这不是私自打开口吗 话说徐总到底看上书家什么 居然做出这么大的 我好像不是在合理商量吧 是是是 就这样吧 既然是合作就要以诚信为主 你是瞎子 走了 赶紧签吧 这样 小陈 你干什么 你们苏家人是不是忘了一件事 小曼要用什么身份来签这个合同 对啊 我记得苏小曼在苏氏企业里没有任志外 如果他签下的话 那这合同岂不是不能生效 当然是以苏氏企业总裁的身份 小曼 我以苏家家主的名义宣布 从这一刻起 你就是苏氏企业的总裁了 苏总 据我所知 苏小曼从来没有签过苏氏企业的运营 苏氏一下子让他空降做总裁 难道您就不怕企业生意出现下滑吗 也对 这么大一家公司 小曼又没接触过商业 一下子坐上总裁的位置 恐怕不妥 写的最重要的是让 这个合同 你倒什么乱 好 这是我们苏氏企业内部的调整 我相信 小曼一定能够胜任这个职务 小曼 快签吧 苏小曼小姐 请问你脸上怎么包的绷带 能不能取下一个给我们大家看 你是哪家的记者 小曼脸上有什么关系什么事 苏总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企业形象也是很重要的一关 你推荐一个仇女来做总裁 难道不怕有损公司形象吗 哎呀 苏氏企业新的仇女总裁 这篇报告发出去肯定报复 苏小曼小姐 请你站下来看的纱布 这样我们才好拍照报告吧 是不是 苏小曼 偷我逗 你还嫩了点 小曼 不是姐多嘴 姐也是很赞成你做苏氏企业总裁的 只不过 作为一个企业的总裁 可是要每天出去抛头露面的 每天面对那么多的媒体记者 你真的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小晨 我不做这个总裁好了 做 必须做 肖臣你适合居心 你这事要把小曼 架到火上烤啊 苏凌玉 你那么拙劣的伎俩 就别拿出来更好心理 你们觉得小曼 影响了公司的形象是吗 那就正大你们的狗眼 好看 小曼 我去没想到说让那个丑女摇生一遍居然变成了大女人快拍 我靠 我以前怎么没看出来苏小曼这么有钱 太漂亮了简直是云城第一美人快拍啊快拍啊 小曼 你的脸 是修臣帮我医好的 这样一位美女总裁 还会丢你们苏家企业的脸吗 好好 小曼 这个总裁非你莫属 爸 这个家是你做主还是我做主啊 这样一笔那苏凌玉的姿色简直就是路人了呀 太漂亮了 小曼小姐 可不可以笑一下 我要拍一张作片作为我们杂志的封面 小曼小姐 大会可以接受我们的独家专访吗 快好了 我的苏家又发达了 好了 苏小姐 小姐姐 那我就回去后面了 哦对了 刚才徐总来电 问您有没有时间 好 那我一走 今日云城苏氏企业与徐 女士集团正式签议合作 入驻前辈新商全校 萧先生 请假到了 辛苦你了 能为萧先生服务是我的联系 那在下就先告退 好 先回去吧 志尊 你来了 太好了 清了爷子这些有救了 救人要紧 你带我去吧 好 嗯 徐叔 他是谁啊 哦 菲菲 这位萧先生 就是我给你介绍的神医 神医 徐叔 我劝你一句 你可不要被人给骗了 菲菲 你这是什么意思 徐叔 我不是怀疑你 你和约这么多年的交情 肯定不会害他 我只是怀疑他 怀疑我 没错 你说你是名医 名医不敢闹 但是这个世界上 如果连我都知不到 恐怕就没人 是吗 那请问萧先生 是哪一所医学院毕业呢 我没上过去 那是成哪位名医 我这一身医术 都是自己的 徐叔 看到了吧 他就是彻头彻尾的骗子 连自己的腿肉治不好 还坐轮椅 还敢自称什么神医 菲菲 萧先生坐轮椅 是有原因的 徐叔 你不用帮他说话 让我猜猜 萧先生要说什么 哦 萧先生是不是想说 医者不自医 你这种骗子 我见多了 菲菲 住口 徐叔 我尊重你 但是爷爷的病 你经不起任何折腾了 你要是要他给爷爷看病 我说什么都不会同意的 菲菲 萧先生真的不是你想的那种 妙虎骗子 徐叔 我知道你是好心 不过我引起了国际上享有盛名的 新老师专家的骗子病了 就不老您费心了 杏小姐 我已经准备好了 这位先生也是今天来给亲老先生看病的 就是你们东方的那种巫鼠 好像叫什么 对了 中椅 不用管他 我虽然是专攻亲老科方向 不过在深井学方面 也有一些监数 得到了深井学波士学位 待会儿 我可以免费替这位先生看看 哎 治病要紧 既然你是徐叔请来的人 那我也不能不给徐叔这个面子 待会儿你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去 但是詹姆斯先生在给我爷爷治疗的时候 你最好安静 爷爷 赵姆斯先生来了 你的病马上就来好了 费心了费心 秦老 飞龙来了 又消灭 秦老 这位就是我给你说过的那位神医 消沉 消解 既然秦老不信任我 那晚辈就先告诉 至尊 其心 秦浩秦老爷子当初也是在战场上立过大功的 龙马一生啊 后来因为伤病退了下来 被封为云城总督 英雄 这两年秦老爷子的身祖是一天不一天 他就是那位镇观雄师 对对对 看起至尊 看在秦老爷子 为公奋战多年的肥肠 你就出手 救救他了 爷爷 都能让死到明雄的任务 流血又流泪 看在你老徐的面子上 答应 谢谢之子 怎么不这样 不可能呢 张文先生 那怎么回事 不好 这是老爷爷子 一个秦老爷子 是呀 这么来 用身上先数 先温定着老先生的血压 不然这位老先生 可能听不到医院 草剑人命 现在从医院也来不及了 只有三个月 我过去的事情 小心一下 你做什么 我想爷爷马上死的话 立刻找到一边去 静小姐 你爷爷的情况 需要把闪开的 难道你还想让这家伙 有无数之号码 无数 境地之王 今天我就让你好好看看 在国大前身的中医面前 你那点引以为好的医术 什么都不是 就凭你手里的这些银针 不要那么老先生救火 我马上在国际期盖上 刊登道歉 自非双手 从此 给求医学界 这可是你说 秦小姐 你看我就说 这种所谓的争议 根本就是无数 看来老爷子这些 是熊躲几少了 小城 我爷爷经常出手的事情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醒了 请老爷子醒了 小神医救了你啊 你救我 真是神医啊 您您您没事了 没事了兄弟 你已经治好了我的脑袋啊 连多年前我战场上 受个脑伤都给治好了呀 我们真的 我感谢小神医啊 Oh my God 这这太神奇了 小神医您是这么捉刀的 没什么不可能 中医文化博大精神 传承了数千年 哪是你们这些洋鬼子能够明白的 对不起 我为我之前的奴漫道歉 中医 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要学中医 中医No.1 小先生 我可以做您的学生吗 您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找个中医堂 打砸三年 我或许可以考虑考虑 好的 老师 我马上去 龙国之尊 南宫要到 秦朗 秦朗 秦姑娘 在下很有钥匙 要先告诉 神医啊 你就让老朽一命 老朽是有意 留你下来一续 可是 至尊驾到 我也只能去云街啊 对不对 你送一下神医 是 老婆 老院子 就让菲菲陪着你吧 我送人一出去就请那 后会有机了 等等 有什么事吗 放肆 建物不贵 其罪单租 不知者不罪 我们是不是认识 我们是不是认识 认识 当然认识 鼎鼎大名的南宫至尊 何人不是 你长得 很像我一位故人 能让南宫至尊 想起故人 是在下的人 走 走 参见至尊 是他 不可能 有死 或许 是我的宫生 至尊 多谢至尊 至尊听闻 秦老将军命中 特地来看望 秦老将军为国为民 荣马一生 立下赫赫战功 这是一出天念人生 有延年益社的效果 还望老将军效纳 多谢至尊 还惦记着我的老母头 不过看来 老夫已经入上了 哦 我爷爷的病 已经被消水仪给治好了 消水 好 太好了 有了这份合同 咱们苏家不如三年 一定会踏入云城 顶级豪门之列 还不是多亏了 我给你们苏家 生了这么好的女啊 哈哈 爸 你真的要让苏小曼 做公司总裁啊 他哪懂商业啊 还豪门 我都怕 我把他家给毁了 更何况 他还要养着 消沉那个废物啊 秦玉 我不能这么说 毕竟是小曼 才让咱们苏家 有了这机机会 还不是徐飞龙 看在咱家老爷子的面子上 才给咱们苏家 这场富贵 跟苏小曼那样 还有什么关系啊 哎那你要是有本事 你也去签一个这么大的合同回来 你要是能签这么大的合同回来 总裁我让你呢 以后呀 你就负责伺候小曼 徐家的合同 可不能再出什么差 让我 去伺候苏小曼和香辰 死了不能够 哎呀好了好了 不要找了 哦 这不是张寿吗 有何贵干啊 进来吧 欧洲之心海兰宝香链一条 金条十五根白冰玉如意一段 叔叔阿姨喜欢吗 叔叔阿姨 喜欢吗 哼没想到我们俗家刚刚起事 就能让张家扶手称臣了 哈哈哈哈张寿你这是 喜欢喜欢 张寿太客气了 那灵灵 你看妈在这下来好看吗 妈 你这么年纪了 你带这个呀一点都不嫌弃之 跟爸爸护士的 还是我带吧 张寿笑就我的 叔叔阿姨 实不相瞒 我今天是来下 超哥 你今天是来骑我的吗 太突然了我都没准备好 不过我愿意 哎呀哪个真是烧起立万大 好太好了 只要我们两家联手 以后整个云城是我们的 哈哈哈哈 苏小曼 刚吵你什么意思 你答应我会娶我的 凌月先别生气嘛 又不是我要娶苏小曼 是我表哥 你表哥 我表哥刚刚看了新闻 对你们家苏小曼一见钟情 所以特此派我来下聘 请你们家苏小曼过门 这 对了 我表哥呢 前两天刚刚升级 现在是云城的城堂大 负责整个城市的安全 怎么着也算个算 哦 忘了说了我表哥在 中间 海中富家的富少 那可是屁股 谁家的存在 海中富少 苏小曼运气可真好 能被这种顶级富二代砍生 是 小曼不是已经答应了萧城的行 萧城算什么东西啊爸 你小曼现在的资本 嫁住豪门那是应该的 难道非得嫁给你废物 吵 萧玉说的对 小曼现在这么优秀 可不如漫妇在萧城那个瘸子身上 张商 你回去跟你表哥说一声 这门亲事 我和苏家远了 苏小曼嫁入豪门 安心做他的富太太 而苏是企业总裁的位置 还是我 小曼 菲菲 哇 你的脸居然是你家那个残肺 找的 看来他有点本事吗 对了菲菲 你不是在国外见你吗 怎么突然回国了 哎我爷爷病危 我前两天才赶回来的 啊什么情况呀 别担心 徐叔银找了一位神医包爷爷 治好了 那就好 倒是你小曼 你现在这么漂亮 又是苏氏集团的总裁 得到了徐氏集团的支持 以后肯定是云城的大年星 你还守着那个feel干嘛 他 对我挺好的 对你好有什么用呀 比你现在的姿色 勾勾手 那些富家公司 还不是像狗一样的过来了 听我的 赶紧和他分手吧 好了 别光说我了 你呢 这么多年 也没有见你交男朋友 我啊 算了吧 见识过真正的英雄 又怎会对你人感兴趣 只有像肖志尊那样的男人 才配得上我秦飞飞 你说的 是两年前 被石锅高手围剿 站至最后一刻 历劫生死 以身殉国的肖志尊 对对 就是他 这样顶天立地的男人 要是还活着 我一定不惜 歇大家追悠他 肖志尊 那可是天上神仙一样的存在 哪是我们这种凡人 可以奢望的 对了 飞飞 这次的同学聚会 你不参加吗 没意思 无非就是看那些发了财的同学炫耀 找得永远赶在场合罢了 我才不去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我也不去了 那不行 你得去 你得狠狠打那些曾经嘲笑过你的老同学的脸 你现在今非昔比 你要是不去 那只不行也行 可是 你都不在了 我一个人多没意思 唉 不是我不陪你 实在是抽不开胜 我爷爷大病出狱 今天摆了一桌感谢宴 宴起那位神医 不然我真想看看那些家伙 看到你现在这副模样 吓到吊地上的样子 好吧 那你快去忙你的 我上去退一会儿就走 到时候靠你 我们一起逛街买衣服 那你可得准备好钱哦 今天非让你大出去也不可 那我走了 什么 你也在这里啊 萧辰 你怎么过来了 哦 有人请我吃饭 一起去 我也有一个饭局 你要是能早来一分钟 我就可以介绍我的闺蜜跟你认识了 什么 你来了怎么也不在同学群里说一声呀 虽然我的肉开就修了 但我可以开我的冰宇去接你 苏班长 苏小曼 不可能吧 这苏小曼什么时候变这么漂亮 对呀 我记得上学那会儿 苏小曼可是途里途气的呀 你们没看新闻吗 咱们苏班长 现在可是飞上之头变凤凰了 签下了城北新商圈的项目 还入住了徐氏集团 难怪王哥这么上心 以前跟我没看出来这苏小曼这么厉害 苏家家大业的 拿点钱给他苏小曼整个人怎么了 又不是什么难事 安婷 你的意思是苏小曼脸上多个刀子 废话 哪有真的有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例子 他那张脸啊 绝对是车技与狠活 小曼这个坐轮椅的是你男朋友啊 以你的姿色怎么找了个词 还没有眼光了吧 哎 神气吗 我就开个玩笑啊 兄弟 萧辰 小曼你这个同学也太客气了 第一次见面就行了 王哥这是怎么了 他以前可是练体育的 是班里的小霸了 是啊 他现在不会连个残废都对付不了吗 小沈 开个玩笑 你个瘸子别得意 王哥看你是个残废才故意让着你 你真以为自己很厉害吗 哦 原来是王哥让着这小子啊啊 我知道你 苏家那个软饭男嘛 吃碗姐姐吃妹妹 兄弟 本事不错吧 师傅 教教我怎么样 博明 你够了 小全和你无冤无仇 你为什么一再奚落他 小曼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文哥说的那不是事实吗 不是我说你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两条腿的男人多的是 你倒好 他吵了个没腿的 哈哈哈 小学 小学 林子 同学会 我不参加了 别着急走啊 找同学好不容易聚一场 就是开个玩笑嘛 小曼 你不会生气了吧 我要是你啊 我早就把这个残废给甩了 要找就找王哥这样的大人物 不 大人 有多人 这天那么大吗 大事算不上 不过啊 你就是个城北开发区的办公室主任而已 啊 王哥已经升上主任了 试图这么顺利 这也太快了吧 前途无量啊王哥 以后记得多提前提前咱们这些老同学啊 城北开发区项目主任 那这么说 苏小曼的那个项目岂不是归王哥管 有那么一点关系 城北开发区的项目审题啊 都得过我的手 就算徐飞龙来了 你得给我毕恭毕敬 上次跟徐总喝酒啊 徐总还拉着我的肩膀 兄弟呢 什么 徐飞龙 是那个江州首付徐总 不不已关斗 虽然那个徐飞龙有钱啊 但是在咱们王哥面前啊 你得好声好气 他就说苏小曼那个项目 王哥一句话就能定生死了 看来这苏小曼今晚注定要逃不过王哥的手掌心了 呸 虎丽青 哎 大家可别这么说 小曼可是我们的老班长啊 这点嘛 我是会帮的 小曼 你别听那么胡说 我和你什么关系啊 待会儿陪我喝点酒 再开个房 深入交流一下 我还能不给你打开方便这门 你尖尖吃定了 徐飞龙会给你这种狗东西 到底要不要我把老徐叫过来 认识 小曼 你这个男朋友还蛮有意思的啊 他以后他是谁啊 对徐总扑来喝去 本来想到是个残疾已经构成了 没想到还有妄想症 小曼 你这男朋友还真是个极品呢 一千话他在流粪上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高 这要是弹到行动耳朵里 这家伙有几条命都不够死 哎 算了算了 我什么身份呀 我也跟一个残废计较的 今天这事啊 就这么过去了 就当是给小曼一个面子 你们也别向我外传啊 知道了吗 哈喽大王哥 小曼 请吧 包箱里面啊 已经准备好了韭菜 咱们好好续续就 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 这么容易 什么 给脸不要脸 倒了 徐飞龙 我在大庭 这儿有一个你的兄弟 不是 小曼 你这男朋友腿脚不好就算了 我这脑子也不太好吧 我们王哥都说了 看在你的面子上放他一码 他还想想啊 我还是头一次看到 一个瘸子能这么装的 难道他不知道 王哥一句话就可以让陈北苏家的项目被卡脖子 一个做轮椅的哪知道那么多呀 估计啊小学都没毕业 王哥 看来有人是敬酒不吃吃法酒呢 王哥你懂什么 秦总督 曲总 秦总督 什么 秦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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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趠近 秦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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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神医呀 我们又见面了呀 哎呀 别来无聊 谢谢肖神医啊 神医啊 这位是您夫人 嘿呀 果然是男才鲁帽 天生的一对 小曼 你怎么不早说 你男朋友就是肖神医啊 肖神医 只好爷爷的就是他 是谁要托徐飞龙 称兄道弟 站出来 徐总 我就是开个玩笑 您别介意啊 你是什么东西 王维明 是你 张美秀 张美秀 这他妈谁啊 他是陈北开发区的省区主任王维明 原来是手握权柄的王主任 怪不得敢要我毕恭毕敬 才不知 这位王主任利用手上的权柄 要求小伙伴可以借 也不是 否则就靠他们手下的笑 威风得很 啊 这兄弟还干这事啊 我 王维明 你好大的胆子啊 谁给你的权力干这种卑劣的勾当 张美秀 我 我知道他 张美秀 看来咱们这个队屋里有害群骑马呀 哎哎 通报陈北开发区办公室 是 从现在起王维明停职 查明王维明的犯罪证据 依法从重重宽处理 啊 啊 啊 张美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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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太太 咱们不要为这种蠢蚁生气 啊 去吧 去 喂 什么 妈被抓起来了 站住 赵玉京地 善入折食 我报云城总督之命 前来提省一个犯人 赵玉乃国之重域 里面关押的都是朱九族的重犯 就算你有云城总督令 也没有权力提省犯人 赵玉 爷担心 我先送你回去 再去找我爷爷 看看有没有其他办法 赵玉 赵玉来说话 你怎么回事 说什么 是 我爷子也真是的 也没有这些东西 还掩着藏着 这些东西看起来不一般的 这枝卡 估计价值不菲 里面到底有多少钱 反正都是我们苏家 我去银行公园不就知道了吗 苏夫人 请 我盯着ласти 我这张黑卡 是从何处的来 多少钱 老爺子的遺物呀 陸經理這可是我們蘇家的東西 我們老爺子雖然不在了 你們銀行可得禀公辦理 我們私吞啊 我們銀行自然不會做這種的事 不過 不過什麼 不過就得麻煩您給我們走一趟 你們同學先生你要幹嘛 陸經理陸經理你會幫我解釋 我什麼都不知道 主婦人 我也是按規矩辦事 你別怪我 你們什麼 你們帶我去哪 我給我放在那 你給我放在那 你給我放在那 我們私人 還不是 封黑卡現實 我們說你從什麼途徑獲得 都是私 主婦人 自求多福吧 就是這樣 事情就是這樣 直尊我們該怎麼辦 貪心不足舍吞陷 沒想到那羅燕 竟然敢他至尊黑他手去找他 南公瑤知道死什麼 現在還不知 不過我想很快他會收到消息 一旦南公瑤知道了至尊沒死 恐怕 看來是時候 拿回手 切 從天是死 追隨至尊 什麼 我沒有看到 你媽怎麼樣啊 沒有見到嗎 爸 媽到底犯了什麼事 怎麼會被趙玉抓走 趙玉 聽說入了趙玉的人實死無生 還會連累家人 爸 你們怎麼辦呀 爸 爸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你知道我就跟你說出來 看有什麼辦法補救 我也不知道啊 誰想就看見他寬天洗地的出門 當時你回來說他就已經入獄了 哦 下至下可看上大事了 小哥 你怎麼會是嚇我們呢吧 看我嚇人在嚇你嗎 聽你嚇完阿姨已經被抓起來了 因為私自動用了至尊黑卡 至尊黑卡 哎 難道是 這尊黑卡 一切是老爺子的 我身為蘇家人 就算是動用了黑卡 應該也罪不至此吧 雖然我不知道你們蘇家的黑卡 是從哪來的 但是至尊黑卡至高無效 我有十卡者本人可以使用 但凡有人敢冒用 回叛國 叛國 叛國 完了 這下完了 超哥 你是不是有辦法救我們 要是沒主意呢 今兒就不來 今天這事吧 還是得靠我表哥 稍微不跟你們說了嗎 我表哥現在 是雲城昭玉的監管輕差 又阿姨出來 那不就是我表哥一句話是嗎 冷朝 這昭玉的事兒乃是公事兒 我怎麼能尋私呢 你這是想讓我犯錯誤是吧 哎呦 表哥 我這都是為了蘇家人著想 不吵 只要能競贖我老婆 我蘇家願意付出任何代價 哎呀 話是怎麼說 不過要是真成了一家人 這事兒我還不能不管 畢竟不能讓未來丈母娘一家人 受到冤缺呀 不吵 贏得以此時 應該不會是忘了吧 前些天 我表哥可是已經來下過聘禮了 並且你們蘇家當時也已經答應了這門婚事 現在順理成章 小曼嫁給我表哥 那你們不就是一家人了嗎 一家人了 我表哥 能不管你們蘇家的事兒嗎 是不是這個道理啊 你這是什麼樣的 你怎麼聽說 我看你媽有 叔叔 今天晚上你就直接在蘇家弄吧 這證據勝利直接結束吧 好 對 對不起 我已經有了 好 對 對不起 我已經有了 我已經有了 小曼 我跟你講啊 這人生呢 還有很多的選擇 有時候你選錯了不要緊 可以重來 但有些事不願意選錯 就是結局副 是選蕭辰還是選我表哥 你不是說明的 知道你怎麼去 真是嗎 只有你能救我們蘇家啊 看著你媽 有點不明不白的被處死了 小曼 你不是在猶豫什麼 你拿到真的想看媽去死 大媽辛辛苦苦管你們養大 你連為家母做一點小小 犧牲都不肯 還是說 你想看著我們一家人 你去死啊 我 我知道該怎麼做 小曼 好心 你不會為今天的選擇 而好壞事 啊 我可以擔任你的一切要求 但請你舒服 我得先見到我媽 哈哈哈哈 好 我就如你所願 是 小晨 是你 你是來救媽的嗎 媽我們回去吧 小班同等著急了 小時候 媽就知道你有本事 否則徐飛龍也不可能把相不孝 給我們蘇家來做 心裡這次媽總算明白了 一家人好好過日子才是真的 媽再也不刁難你和小媽媽 媽 你能這麼想 我很幸運 其實只要以後 你能一碗水段 你能對待什麼來 我適合她嗎 媽給你保證 媽一定敢 好好好 我不是去吧 小班都著急 哎 媽 你回來了 是 這次多虧了消沉 不是媽這場老命 就給招待在裡邊了 是 是嗎 媽 你不會以為是消沉這個廢物把你丟出來的吧 消沉 親自到郭里幫我帶回來的 這還會有幾個 媽你也不想想 消沉這個廢物哪有這麼大的本事 還送趙魚老人 你說清楚 你說清楚 可不能冤枉的小群 媽 被消沉這個傢伙給騙了 你這話什麼意思 騙媽什麼了 消沉 我怎麼不知道原來你是這麼不要脸的人 你明明是人家不少的功勞 你居然敢太威脅了 她是誰 哈哈哈 不少都不認識 那我告訴你好了 不少可是雲城趙玉的頭 知道媽被抓了以後 立馬來了我蘇家 為我媽的事情自己奔走 而你在這關鍵時候你去哪了 怕不是知道媽被抓 嚇得找地方躲起來了吧 你這個臭屍 居然這種功能你也敢猜 虧我贏你真有本事 啊 原來你還是個非 知道如今你還有什麼說的 要不是淋浴告訴我真相 我還真被你騙了 他小小一個趙玉間 哪來的全力四字 人家戶上就是有這樣通天的本理 怎麼 你不服氣 不服氣也給我憋著 對了 這件事情你辦不到 但是有一件事情 卻是一定辦得到的 小媽 他叫什麼媽都已經回來了 小媽 小媽 我們離婚吧 小陳 我們離婚吧 小媽 說什麼 别听清楚吗 小曼说要和你离婚 赶紧收拾东西从我们苏家滚出去 要不然一会儿我心没回来了 看到你还没滚 多么不敢保证你不爱蹭 是没错 小曼他 妈你忘了 付少前两天才来我们家提亲了 今天要不是付少出手 我们苏家全家都要完蛋 好好好 小曼是让你付少 那我们苏家也可以跟着急诊生天了 真的 你用空中是不是 小曼 你快走 让他走就来不及了 我为什么要走 你快滚啊 我不爱你了 从现在开始 你和苏家没有任何关系 小曼 我追求你快走 再也不要回来 小曼 想走到哪去呀 小晨 你可知罪 我就求你放过他们了 罪 我何罪这个 小扯你真是死到临头都不知悔改 你私自动用至尊黑卡 乃是十恶不赦的大罪 哈哈哈哈 苏凌玉原来打的是这个 想让我替你妈顶碎 我会别坏日 没看出来你还挺聪明的 就算让你知道的意思 前面说你这个金毛我都不用成了钱 就算是我用黑卡 我用自己的东西 我最怕 不是合黑卡 你 哈哈哈哈 小晨你可真是能追啊 孔子尊最佳一等 我放心 把你抓住 你只见就把你舌头罚了 你说出什么来 路上 我求求你放过他们 只要你能放过小晨 我什么都听你的 哈哈 是吗 那今天晚上 你可得把我伺候好 我又是舒服了 情绪能找到这条狗命 小晨 小晨 这个废物居然站起来了 我不想 你敢打我表哥 被表还不能拿下 阿妩 阿妩 你 跑日子吗 是 这要让你生不如死 凌鸭 不要给我打断 待会章语 从天战神到 天战神 从天战神 大人 在我吃罪犯拿下 我犯了判河重罪还拒绝 这些罪不可赦呀 你在教我做事 不敢 哈哈哈哈 从天大人在这 什么能耐 小晨 束手就擒吧 是吗 不是 从天大人你这什么意思 反正是他 你抓我干什么呀 刺犯嫌犯 构欠他而已 姐 你的高域监管 就是这样做的 从天战神 你 知道了 我现在 你跟你合纸去爬办 有没有意见 这么些 不想要 在这 这 我 不要 你 只要 有没有意见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至于你们家的事 已经有个大人物为能保释了 真的 真的吗 他真是太好了 我还有公务在身就先告辞了 那他重点在身说 不是有个大人物 向你妈妈保释出来的 他这个大人物是谁呢 还能有谁啊 肯定是秦总部呗 不然还有哪个大人物 肯定这么帮咱们苏家 小妈你说是吧 可能吧 咱们得负负谢谢这个就好了 小诚你没事吧 你怎么样 我没事 我只是还不喜欢站着 小春 你的腿 傻瓜 你忘了我跟你说过 今天真的就很好 现在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谢谢 那太好了 能站起来又怎么样 还不是一无所有 人家傅上看上了咱们小曼 小曼本来可以嫁入豪门的 结果现在倒好 全都靠他了 小诚 你可真是个扫把星啊 妈 现在得罪了傅家 咱们苏家以后还能有好日子做吗 我建议 直接把小诚交给傅家处置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小诚是为了保护我 才动手打了傅姐 小诚也没做错什么 而且还是他带我离开赵屋的 如果是虾妈送上死 好就罢了 人家已经总统下令了 我谁敢逢啊 小小的傅家 在我眼里 妈 你听听 这家伙是要害死咱们苏家呀 小先生说的没错 区区一个富家 又有何据 有我秦家在 谁敢在云城 弄肖先生一个 就是由我秦家为敌 小先生 你怎么来了 快请坐 肖先生 莫非你说肖臣这个废物 齐小姐他不是搞错了吧 他就是我们苏家的一条狗 你哪有资格 当什么肖先生 放肖臣 记住过分肖先生 这一发上就是给你点教训 带一下 我叫 看 其他小姐教训的是 修成 你跟秦小姐认识 我做了 肖先生 如果请教我再道之 无业的病就是他治好 什么 那个传到贝贝洋洋的神医 就是肖臣 不可能 他连自己的腿都治不好 他怎么能给别人治病呢 秦小姐 你可千万不能被某人的花言 乔与欲骗了呀 我亲眼所见 还能有假 不可能 我不相信 这不是真的 小臣 我怎么就看出来你不是池州之物 秦总督欠你的人情 所以才把妈从证域保释出来 真是多亏了你 秦小姐 你家小臣救了秦总 你和小麦又是闺蜜好朋友 今后啊 咱们要多走动走动啊 这是当然的 小先生实不相瞒 今天我来是有一事相求 想起小先生帮忙救治一个人 是飞龙商会的雷老大 他是我秦家事教 新入我秦家也多有秦恩情 雷老大前些日子出了车祸 落下病根 听问我爷爷找到一位神医 所以想请萧先生帮我忙 当然 至于报仇方面 以雷老大的财力 相信萧先生提出任何要求 都是可以满足的 当然了 决定全都萧先生手上 我只是负得承担 雷老大 小臣去给他治病 那可是咱们云城黑白两道 首眼通天的大人物 能得到这个大人物的人情 那你得到几个衣的现金 都花得来啊 我们苏家还用一瓶网子 在黑龙山会没收回来 好 小臣啊 你见到雷老大 能不能跟他提嘴这件事 也好把钱要过来 这是小臣自己的事情 他如果不想做 你也不能逼他 你这丫头说的是什么话 小臣是咱们家的女婿 一家人的事 能说两家话吗 算数 这基本上也不是个小数 能拿回来最好的 小臣子 我走 现在大人在家里 你都会想到 那我再拒绝他 那我老大 我真的不贵 可 你不贵 你不贵 我这不贵 我都不贵 你不贵 要把我扶起来 没想到让他们一个瘸子给废了 就是 小臣 要让他付出代价 还有那个苏小曼 一定要得到他 我有个春 黑衣的二龙甲照兵 雷老大老大 这些年轻盆席是做起了正好的生意 他手底下的兄弟 对于这个都特别的不满意 这个照兵对于雷老大这些年来的安分熟悉 那是尤尾的部分 但是一直为了 机会 怎么说 如果我给他一个机会的话 这个照兵就知道 哥你现在和附加现在的地 他看雕肥不遗余力的去做 靠一个苏小曼来给你玩玩 那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吗 好 这事就交给你去办 如果办得漂亮 我一定会在后边那位大人面前 美言你几句 还得是我亲哥哥呀 好了 这么快 本来就没什么大事 只不过雷老大早年间拼搏的时候 留下了不少旧伤 这次车祸牵动了这些少事 所以才会偏瘫 一般医生是很难查明原因的 但是从我而言 就不是什么难事了 肖神医呀 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这些往事 除了我的几位生死兄弟啊 没有人知道 没想到啊 肖神医 您一眼就看穿了 那当然了 你看看是谁带了神医 对对对 肖神医呀 您救了我的命 您要什么 尽管说 我雷静 能办到的 一定满足 来了 怎么样 最后怎么说 搞定了 雷老大说 明天让苏家人去拿 太好了 走吧 明天你就去一下黑龙山会 嗯 好 来小丑 送你回家 回去 我怕 搜教授回去啊 他不是已经被你们搜教授赶穿了吗 哪还有脸皮带这样是吧 哎哎哎 鬼什么鬼 这就是肖神的家 肖神 妈之前说的都是气话 怎么可能真的把你赶出去啊 是啊 你可想妈还是夫妻呢 哪有连口子不住在一起的吗 有谁要管你说笑话 这样 今晚你和小麦就住一间 爸 姚晨 妈之前对你们太刻薄了 妈道歉 我以后一定敢留下来好啊 妈 哎 过去的事情就不提了 哎 还是那以后 以后你对小麦一晚审端平就请 好好好 也没定我一定敢 哎 是 怎么了小麦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说啊 小晨 你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买着我 怎么这么问 小晨 自从你清醒之后 我们苏家 经历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 我总觉得 好像是因为你 我们苏家才有了这些转变 什么都瞒不过你 小晨 你到底是什么人 小麦 这个问题 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回答你 但是你放心 我所做的一切 全部都是为了你好 为了你们苏家好 嗯 我相信你 小麦 你嫁给我 什么都没有 委屈你了 只要你对我好 我就满足了 你放心 等这些事情了了 小晨已经给你布一个盛世婚礼 谁要你的盛世婚礼 对了 你明天要去黑龙商会要账 哎呀 这个阎王意见 小鬼难缠 虽然他们雷老大 答应了给钱 但谁知道 他底下的人会怎么办 要不我陪你一起去 不用了 这是我第一次为苏家做事 我想靠自己 你放心 我有分寸的 也好 那我们消息吧 赵总 邻敬大便的苏家门女总裁 欢迎欢迎 来 请坐 我今天来所谓和事 想必您应该知道了吧 好 好 好 这里是苏家贷款 八百百百 苏总 你数一数 要不客气了 天龙商会这么大的公司 怎么会少我们的钱呢 不必了 我直接带走就行 苏总不凡是做大事 苏家的钱款还清了 那接下来 就是苏总你的事了 赵总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苏总这么的天生丽质 倾国倾城 能得到那位少爷的欣赏 那位少爷啊 就是想请苏总你去 还请苏总你 少个礼物 你要是不给这个面子 那就 换个东西 换个手 干什么 放开我 你想干什么 放不去 这 就由不得苏总你 还差一点 虽然能站起来 还是喝平台酒 小诚你在哪里 我在苏家 怎么了 小汪出事了 说什么 小诚不好了 小汪被人得绑走了 发生什么 我告诉我 是赵老儿做的 赵老儿 那一个结外兄弟赵逼 也是黑龙商会二当家的 他的一个小兄弟来通知我 赵玉 绑架了苏小姐 谁老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太清楚了 小沈业啊 请您放心 今天的事 我一定给您一个 满意的交代 先不说这个 先去会会这种 他们到底干什么呢 呦 喂老大 什么风 把你吹了 二 你他妈的 到底什么意思 你们小朋友都哪里了快说 喂老大 是食物者为俊杰 至于那个美女初总去了哪 去了干什么 我确定 还是不要再过问了 否则营火烧身 这块我兄弟没提醒 别别别别 他不定了 你设在威胁我 他不会把兄弟们设在 来 这位家伙 跟我拿下 好 这种 你们要做烦 没有啦 你这两个人 改行作证 你倒是过得挺不错 不过这些兄弟们的日子 我都并不怎么样 你 你什么意思啊 不是我什么意思 是兄弟们的意思 大家都觉得 雷老大 你這個他不是時候該被女生前了 老闆 你 雷老大 回去吧 看在這麼多年兄弟的飯上 我可以當作什麼事情都沒發生 當然了 你要是不想體面的話 我也可以幫你提 小陳我們先怎麼辦 小先生啊 是我害了 你们黑龙商费的事情 我不感兴趣 就不想知道 我只想知道 苏小曼在忙 哦 你就是苏小曼那个 残废龙吗 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告诉苏小曼在忙 你还 你 你在黑龙商费的内容 威胁我 你还要我 听说过你 小 小晨 传闻当中的一样 小晨 不过 农天 走了 你要做什么 你别乱来 那少爷啊 这一呢 就是带书什么 回忆去 这二呢 要你的命 关手 那不要 这什么 这是 发生了什么 你还有三十 小晨 虽然我不知道 你做了什么 三十 那又怎么样 再厉害 原地还不操 我用你的人头做同仲 只要干掉你 找不你 便能一同江州地下世界 地下世界的皇帝 你说 我会不会放你 是 是死吧 吴苗 这宗阵内人尽敌骨啊 没想到 小神医 還是武道宗師啊 果然是 人不可貌相啊 不要擔心了 我告訴你 蘇小白真人大 你們怎麼樣 在一起勝利 對付父親嗎 哎老大 你說的是很多父親 沒錯 就是孩子父親 父親也辦事了他 小學姨啊 如果這狗東西說的是真的 不能動他 沒有了 付家只不過是海中豪門 傳到他能把手機上叼叼 跟到雲車來 為這樣 你有所不知 付家在上個月 已經取得了南宮四中的信任 馬上 就要崛起了 什麼 附家 向中的南宮之端 想放個殘廢 還是把附家 知道我背後靠山是誰啊 趕緊的 往老子給放上 你什麼給老子可三個上頭 我還可以考慮給你個痛快 哈哈哈哈 這我沒告訴你就是 我最討厭別人危險 你 我 你殺了他 我 我 你殺了他 我馬上發動我爺爺的力量 不知道找出來 我 我馬上發動 批風相退的力量 馬上去找 一分鐘 我要知道伏羈在哪 好 我知道 已經知道了 哎 美燕身為淫塵所多 再加上雷老大這麼多年經營事業 都沒辦法一下子走出復節的難度 你願一個電話 只有十幾秒 我就知道 蕭承你 你到底是什麼人 哎 小妞兒灌了醉裂的秘藥 他現在欲先欲死 求著你寵性呢 很好 不會說我好表弟 不好行啊 以後你就跟我混 馬四龜少不了你了 多謝哥哥提携 咋去不打搶了 你慢慢享用 在那邊給你戒備著 哈哈哈哈 我看你今天怎麼掏出我的手掌心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 你要幹什麼哎 不要掙扎 舒服的 哎 嗯 嗯 小妞兒 哎呦 絕對 還特地跑過來 看我玩腦子呀 哈哈不行 好大膽子 你要是感動小妞 我今晚不會放過你的 秦家 哦對 我承認 你們秦家在雲城 確實有點實力 那怎樣 忘了告訴我 我富家一個月之前 就已經效力於南宮至尊大人了 你敢逗我 三個月 富家 富家將會成為江南的豪門 三年之內 會成為龍國的頂級家族 我背後有南宮至尊成腰 你們憑什麼動我 靠山 去南宮養馬子了 大了四學子 你聽聽啊 就是要當著人 玩你老婆 你他媽能當得怎麼樣啊 救命 他現在 這是我手裡的玩具 我想把我搓圓就搓圓 捏扁就捏扁 我只 那小姐 你是想在旁邊參觀啊 還是要不一起加入我們 一龍雙鳳怎麼樣啊 找死 誰 我告訴你 別的一個沒有連相信域這四個字 我給你三個事情把你放手 把你放手 把你放開 哎呦喂 你這是在威脅我呀 我要是說不呢 小辰 要不這 你下樓去給我買兩個套 我怕呀 到時候你老 會玩上我的孩子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二 我沒衝到 一 啊 啊 啊 小辰 幹嘛敢帶我來走 怎麼吃你 你以為我有能力 咬住考山 就可以告訴不用 小辰 有 你那 ANY 你千包忘导 那你不懂好的 我要殺你 你看你也是自己在馬里啦 仔細說給你激urb 你这颗头 请寄存在你脖子上 也给你一切的事情不愁 你要是把男工以后叫出来 就好 上去 不愿意 我得办 赶紧让大伯来一趟云城 我被人斩了一只手 我还要让你来 你这只乱妹家伙 死出了谁之地 你这只乱妹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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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小班中的名字算是结了 擦擦汗吧 小晨 你今天做得太过火了 与闪门父亲一只手 他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小班 你觉得我做的不对 不是 不然是我 今天那种情况 我肯定也会这么做 但你得考虑到后果 后果 哼 就是天塌下 小晨也定得最 别问 我 我天罪 明日真的要云城 说 王天阵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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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情景 主任 主上 是 这罪 您的身份一旦暴露的话 说了主上 你没听见 是 该结束这一切 是 小小小你是 由你所见的 你不是两年前就已经 是 两年前我被金人所派 这下是 还好苏夏老也是救 但是我一直失忆 直到最近你才想起来 还好我小曼 他一直细心照顾 要不然 我恐怕永远没有醒过来的这一天 小曼运气真好 我真嫉妒他 你说什么 没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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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诚天 你刚刚要说什么 这里没有外人 说 是这样的至尊 傅家出动了第一高手傅藏龙 还有三百天狼卫 相信 是冲着您来的 看来顾姐那个东西 倒是没说假话 能到他天狼卫 南宫窑对着傅家 挺看着 那 那我们该怎么办呀 是想要回傅家 取回我的东西 老 要回归了 小诚 回来了 实际的结果就是这样 这个父亲简直是丧心病狂 才有这么瞎做的手段 爸 你不能这么说 小曼能被傅少看住 是他的福气 就是那个萧尘 贼心不死 非要赖在我们苏家 彻底得罪了傅家 我们苏家以后怎么办啊 妈 上次我就说 把萧尘交给傅家处置 你们不听 现在好了 得罪了傅家 我们苏家以后 怕是一天好日子都没得过了 菲菲 你怎么来了 萧至 萧尘呢 还在房间里吧 你找他有事吗 呦 金大小姐怎么三天两头来找那个姓萧的 怎么 喜欢上他了 可惜了 他已经有老婆了 如果是他的话 我做小的也不介意 你那个姓萧的有什么好的 一个我不要的男人而已 那是因为你太蠢了 你 你 萧尘 你这是 萧尘 你凭什么逗老爷子的遗物 黑毛 赶紧给我拖下来 刘晨 虎老爷得有个限度 虽然我们苏家接受了 但你也不能做出对老爷子不尽的事 这一帅 是你 我学会自己的东西 我何不可 萧尘 出来受死 你们是什么人 闯进我苏家来干什么 父上 父上 您来怎么不提前打声招呼呀 提前打招 姓萧子跑了怎么办 父上 你这是 财萧臣所赐 今天就是来取他向上人头的 这 这是萧尘干的 我早就说过 这家伙子会害死我们苏家 这才干完了 不说 可不管我们苏家的事都是萧尘干的 千万别连累我们苏家 你怎么 说你也真是的 人家父上喜欢你 你从来谈不就得了吗 你如果还能嫁入夫家 做一个衣食无忧的夫太太 结果现在搞成这样 我们整个苏家都要被你牵连 你就这么想把我赶出苏家吗 我就这么饶你恨吗 但你哪里对不起你了 我这不也是为了家族好吗 再说了 嫁给傅少量加联姻做大做强 对你有什么坏处呢 小臣 小臣 小麦别担心 小臣会有办法的 谁是小臣 重来受死 谁是小臣 重来受死 我就是 好 小臣 你断我傅家少主一并 老夫让你用命来偿 你可同意 有过程做到 我没意见 小子 你恐怕还不知道老夫是谁吧 不要以为你学了点本事 就可以这么放肆 你在老夫 我苍龙面前 我是只狼蚁 傅家第一高手 这个傅藏龙是不是很厉害 苍龙被语为江南四周的顶级武场 已是打败无数强敌 傅家今天的定位和实力 那都是靠他自己打拼下来的 而且他也是个武痴 对其他事都不感兴趣 要不是这样 傅家也不会沦落到其他人做主了 可以说 傅藏龙就是傅家的守护神 小臣的身体才刚刚康复 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 徐氏集团徐飞龙到 飞龙商会 雷老大到 云臣商界各家族家主到 林城总部秦浩到 从天战神道 从天战神道 没想到 没想到今天云城所有的上流人士都来见证我的眼睛 我给你安排 我给你安排了这个龙重的结局 我给你安排了这个龙重的结局 女士年轻人 心底天高 可是 你要知道真正的高手比天还高 我 别跟他废话 你把他拿下处死 手上这些人 傅家的神威 小子 准备受死的 只有一种 小子 你真的惹怒我了 老夫 老夫马上就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 老夫马上就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生不如死 什么 傅家调动了天狼位要去对付一个云城的小苏家 胡闹 背车去苏家 可能 不可能 你这个废物怎么会是我大夫的对手 小晨 小晨 你居然上了傅苍龙 我一定是在做梦小晨 小曼 我早已许诺过 我会护你一生一世 让你成为世上最幸福的女人 金顶 便是开始 把他给我拿下宰山 我的话你都不听了吧 不少 我们的任务是保证你的安全 不是你的山姿 而且参见至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哦 成功至尊也来了 天狼绝人之路 复杰今日必胜 秀臣 怎么死的 至尊 至尊 我好想 至尊 我没想到 你还活着 至尊 至尊 三年 至尊 什么 肖臣是至尊 他怎么可能是至尊呢 他就是一个我们要废 一个骗龙椅子 骗龙椅子 骗龙椅子 两年前 伸龙回归 服务我诛杀叛逆 小白 带我诛杀叛逆 回来以后 许您一场盛世婚礼 回来